在昨天的赏美景中 主持人组合战绩为零 那么在品美戏中 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三组比拼继续 精彩不容错过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欣赏了纳徽村村景 马岭和大峡谷 万峰林的秀美风光 万峰林被推选为最美景 今天我们将会品尝到 哪些褐色美食呢 究竟哪一种美食 会被推选为最美食呢 纳徽村的老乡们 最关心的旅游产业发展问题 又是什么呢 美地风光行 山大乡人游 现场的富乐乡亲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王金 我是相声演员何军 大家好 何军 昨天咱们推荐了美景 觉得怎么样 哎呀美景特别的好 可能你还不知道 来我们纳徽村啊 不但让你保眼福 还让你保口福呢 我说王代表 咱就别说了 我都现在迫不及待了 那我们进行第二项 好 首先 有请我们的选手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是点点 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啊 上一集当中啊 我们俩出师不利 输给了万丰林 但是这一次我们来到这儿啊 还是信心满满的 马莎告诉他 为什么 是啊 一是我们俩是女孩子 现在比男孩子要强那么一点点 做饭也多了一点点 也感兴一点对吧 上了厅堂 下的厨房 我跟你说啊 我从小就在大县里长大 从小就跟他妈妈做饭做菜 所以对美食来说 我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想 不会输给他们二位的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是裸子是马都拉出来 六六用事实说话 下面有请我们观察团成员 闪亮奔船 柳红林 全国青年委员 国家一级演员 王英恒 前西南州文化馆 一级演员 冯子荣 前西南州新一世纳归村 党支部书记 今天他们将在 挺美食环节 对三组选手的推介进行点评 今天呀 我和马莎给大家带来的是 当地独特的五色花米饭 大家看这里 这五色花米饭有五种颜色 有白的 色的 黑的 黄的 黑绿的 黑的是代表土地 而白的是代表天空 没错 像这个紫色的呢 是代表太阳 黄色的代表是大自然 而这个绿色呢 大姐说因为是季节的原因 现在呢 是拿这个绿色的葱花来代替 在他们心目当中 这个葱花的颜色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 环境的颜色 的确呢 这里是这个生态 非常的良好 青山绿水 不过听大姐说 这几种颜色的米 都是拿当地山上特色的 这个山草要泡出来的 能够我们介绍一下吗 黑色的是这个风香月 紫色的是这个繁殖草 白色的就是我们成天人的 这个糯米呢 那像这些米要泡在 这个汤汁当中泡多久 两到四个小时 然后就可以蒸成 香喷喷的糯米饭了 那咱们这个等待的时间 还有美女的特色服饰表演 对 来 有请 现在呢 我们姑娘们是盛装打扮 她们着着苗族和布衣族的盛装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以前见过这样的服饰吗 没有见过 等会儿一定要好好看 她们的表演 看她们的这种民族特色 美丽勤劳的布衣族妇女 用传承千言的手工技艺 纺纱 织布 绣花 制作各种精致的方格布 等布衣族服饰 形成了独特的布衣试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布衣族的姑娘们真的是太美了 是吧 发现没有一卷长长的布在她们手中就变成了一个帽子 这是牛角帽是不是 牛角帽 那我想试 那姑娘们 来来来教教我们俩怎么包这个牛角帽 竟然有人想试 我今天豁出去了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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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族的姑娘是不是每一位都会包牛角帽 我不管是不是包 点点你注意我的脸 我怎么感觉像一会儿包成僵尸了给我 你们最快的包一个牛角帽用了多长时间 一分钟左右边 我发现包好了以后牛角帽是四个角 都是成三小时 大家说怎么样 挺像咱们吃的那种生日蛋糕 这种颜色混合很漂亮 五色花米饭又叫做五色糯米饭 整个米饭从选材到制作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 纯天然 无任何电扎机 素有一家蒸饭 十里飘香的说法 那个黄色的是养肝明目的 这个紫色最重要的是健康 那这些所有的美女都是吃着又长大的是吗 怪不得她们这么漂亮 这样看就像一件艺术品 年轻人吃了爱情刺猎疮丰收 小孩吃了烛光生长 以前只有在每年的三月三 或者清明这样的传统节日才能品尝得到 她既是不一族人用来祭祀的共品 同时也是老少皆宜的一道特色美食 奶奶你好 送给你 祝你长寿 这是我和马莎推荐给大家的五色花米饭 我们也祝小朋友在马年能够马年大吉 天天快快乐乐 学业有成 来小朋友们 五色花米饭 色彩斑斓 味道香醇 不仅有食疗的功效 还有清热凉血等作用 是大自然给不一族生活带来了好处 每一种颜色都象征着风调雨顺 鼓鼓风登的美好生活 如今五色花米饭已成了那回村旅游 必吃的一道美食 有请王奎宏 我跟你说啊 像说朝鲜族也朝鲜族在打池吧 对不对 西藏有西藏的 但是我们前西南带打池吧 就是不一样 请上倒计 吃吧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前西南部一堆的打池吧 哇 这这上面是米 我们心意是 万丰林的池吧 这和全鬼的打池吧不一样 哪不一样啊 原生带的 又香又甜又肉 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池吧呢就是而且吃法呢有很多种 可以蒸煮煎煎蒙烤 而且趁热的时候 炸到各种原料吃 特别好 打池吧 原是不一族人家 婚嫁 节日 立房 拜年 祝寿等息事 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把糯米蒸成米饭后 到于池吧槽内 用打扒锤或打扒棍进行有节奏的冲打 直到把糯米饭打融成发团为止 嘿嘿 明白了 嘿嘿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稍息休息 哎 何君啊 他们慢慢去打池吧 打吧 等一下咱们再吃 好不好 好 那下面时间交给你 交给我啊 你肯定有绝活啊 来得绝活 好吧 嘿嘿 咱们掌声欢迎飞伙好 好不好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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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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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浪费好啊 美女,你别动啊 你别动啊 你别动啊 二号选手王飞鸿 瓷巴的吃法非常多 可以滑、溜、炒、烹、烹、炸、蒸、焖、煮、煎、烤 还可以趁热蘭、蘸、芝麻或者是糖吃 有的烤吃煮甜酒吃不等 各种吃法都有不同的风味 要慢慢感受我们那个吃法的味道 对,我们一边品尝一边吸吵 好,游戏再见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贵州前西南不一族的一个特色 不一种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我们现在摆在上面的一个是种叶 这个种叶是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 日照是充足水之盐丰富 然后也是无污染的种叶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稻米也是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种植的 包这个种植所用的肉 是它农户自己养殖的高山猪 也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老阿姨要给大家包的是马蹄种 马蹄种在古时也叫做枕头种 是前西南不一族爱吃的一种糯米食品 制作方法很特别 大家看到这个糯米是灰色的 因为它是用那个倒骨灰烧好之后 然后放上去的 倒骨灰是含碱性 所以这个种子是防酸的 接下来是把我们这个肉 这个肉呢也是腌制过的 里面有花椒啊 茴椒啊 茴香啊 胡椒啊 也腌制过之后 然后夹在中间 再给它这样 再加一层糯米 枕头粽巴煮熟后便可食用 也可以切成小块 用油煎脆后细品 其味道清香扑鼻 酥软可口 请我们的屏外 还有所有的观众都尝尝我们这个煎好的粽子 味道好极了 很好啊 谢谢两位 嗯 谢谢 吃也吃了啊 这个贿赂也贿赂了 人家俩都有助演嘉宾 你你这儿光拿吃的对付我们可不讲 那我当然有助演嘉宾 而且我这个助演嘉宾 李牧老师 中国著名书法家 魏元福老师 他们今天所带来的作品呢 是献给我们纳灰村的所有的老百姓们 这就是我们魏老师所写的美丽纳灰 纳灰村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和印象 山美水美人更美 最美乡村 太陶醉了 让你不由自主的就写在你的字 好的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他们 山主都展示完了 哪道美食你最喜欢 要说哪道美食我都喜欢 那这样 把这个选择权还交给我们的观察团 民意识为天 刚才都尝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个人的感觉呢 我还是最喜欢就是那个 纯天然的那个染制成的五色花糯米饭 我把这个票投给他 我支持第二组 因为那个这个磁吧 是地道的健康环保食品 吃到健康的食品是每一个朋友都十分渴望的 我把这一票投给磁吧 我这一票 我投给 五色花糯米饭 嗯 因为五色花糯米饭是我们 CCTV7美丽中国情特别节目 谁不说俺家乡美 前西南那灰村 旅游资源推介会 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朋友们 再见 为了丰富乡村旅游内 那灰村利用村内布衣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多彩的优势 打造乡村旅游文化品牌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布衣族人民 将它的美丽保存下来 将大自然赋予的财富保护起来 万丰林的自然生态之美 布衣族人民的勤劳质朴 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闻名于世 经过问卷调查 那灰村村民关注的话题是 生态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和谐统一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首先要保护好我们的青山绿水 同时又让我们产生经济效益 我们的生活质量又不断的提高 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就要求我们要有选择性的 然后要有计划的来开发我们的青山绿水 关键是在整个政府的宏观的规划里面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旅游生产农田保护 有机的把它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整合体 使得它发挥各个作用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旅游区它应该有一些规矩 比如说我到最近我要到长白山 长白山现在呢 这个酒店全都搬到长白山比较远的地方 都不要影响它 每天也要献计游客的数目 这个是季度性的安排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游客也自己要既决性 既决性呢要靠这个德语跟教育了 旅游能够跟这个文化结合 这个很重要 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 地球是我们的 就是要爱护我们的生态 爱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态 爱护我们的生态 我们的生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